来看看护肤博主的化妆台 有什么好用的 这一溜都是水乳 亮肤水 哦 我好用 然后这个是今年比较新的一个水 Amel的一个水 搭着是一个刷伤类型的精华 我是打算买一套 这个特别神奇 所有胶囊类型的精华 觉得特别稠 不够水不够保湿的 只要跟它一混 就很润 人口提包水 这个也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 再来 这个就是我的润唇膏 还有我的眼霜 我的面霜 我最近用它的原因是因为 我皮肤微腹漆 这个就是我的眼膜 最浅就是不管我涂什么眼霜 我都会贴眼膜 我就希望眼周的状态 可以维持得更好一点 我的身体蜜粉 我会把它铺在我的脖子上 它是会带有一点点光色感的 就这一管用超多年 我都用快完了 过来这边 主要都是面霜跟颈霜 这个面霜超级好哟 它俩会有一点点像 这个主要是促进胶原蛋白 这个是在促进胶原蛋白里面 用了玫瑰为基底 所以它的抗氧化效果会更好 不敢多 超级好 超级润的那种 Animus他们家的 擦拭片 角质它其实没有办法自然剥落 我们就需要用外界的手法把它剥落 我就用它擦拭再用它 妈呀 排珠 有体量 这几个粉底都超级好用 两圆道的润色格力度感 真的 超级好 让脸是粉粉的白白的 上完之后 就感觉好像没上钻 然后这两个都是我觉得特别好用的 很酸 这个 发油特别特别好用 太好用还是卡少爷 卡 卡丝是润 然后也很清爽 但它这个的润是在于你感觉涂在发烧之后 它吃进去 不管你的头绪有多油都干 用它都很好 就在英国的时候用到现在的牌子 然后这个定妆粉物 穿起好用 你可以感受它的乌有多细 哇它是飘在你脸上的 我看见了 非常细 这个我主要是做定妆 然后这个主要是定妆光泽的 有点好 这个阶段 我会像天真 我会像天真